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开始继续上课 今天主要讲这个还是围绕着钓鱼的 这段这个案例来讲一下七才有 七才有它的像 七才有它的像 大家我还是上次说的那句话 我们现在的讲课能听到现在的朋友 这已经是入盟了 或者说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了 我们现在所讲的东西 它是通过每个挂里去阐述它里面的像 不仅仅是对这个挂的一个解读 对这个挂的反复的解读 反复的用这种方法去解读 就是为了加深大家对我们这个挂意 预测法 它的这个断挂的思路 让大家熟悉这个东西 大家下来自己可以把这个归类一下 那么三要暗化七才生经 三要我们都知道了 三要在这 观鬼要暗化七才生经 为什么是套餐呢 因为它是在愿望 愿望 就是暗斗 这个三要是暗斗的 三要暗斗暗化的这个七才要圣经 那么我们这个暗斗的要 已经要到都要到动摇来看 也是信息获取的一个主要渠道 那么代表着什么呢 七才要本身它在这个日常的挂意中 代表着就是资产 资本 利益 模糊 然后感情 你的欲望 你的付出的感情程度 它是代表着这么些东西 那么他们这种 在这个挂里面我们不能说它代表着感情 它代表什么 就是默认 为什么说默认呢 大家应该明白 因为它是暗化的 偷偷的 暗地里 私下里 所以说中日钓鱼岛的争端 最主要肯定是两国一个私下交易的一个结果 暗化出它的政治经济利益 这个因为什么呢 三多虚五多句 三遥也代表着猛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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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就是默认 就是说日本加莱 逐步会改变它现在这种形态 关轨形态 而回归到现实利益中来 默认中方在钓鱼岛的一些东西 我们现在其实实际情况过程中 已经是发生了这个情况了 已经发生了 任何默认中国海贱船的船船 它只是抗议一下而已 它默认将它的这个猛虎 因为钓鱼岛是 每日围堵中国第一岛链的一个重要猛虎 所以这个猛虎现在被中方已经打开了 已经被中方通过任何闹岛事件 已经打开了 在钓鱼岛事件上 其实中日方双方是各有所得的 我以前谈过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下来看一下年生 得到年生 为什么它年生是个什么概念了 就表明日方的这种默认方式 它是符合国际潮流的 符合国际潮流 深的支持 也就是得到了这个国际法 和国际日爱合体的支持 就是日国必须默认 如果不默认 那么这两国必须是开战 第二个 圣经得到阅令的助 这个助 同 其实是笔记 是同 得到阅令的帮助 原因是呢 因为通过这个事情 日方在日方 在地理方面 已经获得了利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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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刻 被日所刻 被日所刻 这个被刻了圣经了 这种默认利益 是国际大多数国家和组织所关注的 代表着现在和将来 就是说日朴的这种方式 被很多人所认可和关注 关注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与世耀相合 四伙相合 就是说日方以默认方式 出让的利益 是被周方 依法强势所得 被世耀所得 你为什么说依法强势呢 因为我们是兄弟要 兄弟要代表是强势 对吧 兄弟要代表是强势 为什么说是依法呢 依法 因为得到日生 得到日生 因为这个四伙 就是代表的是其他 爱好和平的国家 所以说是依法强势 你看他这个用词 他都是有 有道理的 依法强势 在依法强势下 与日方达成了默契 相合达到了默契 我们不能把他理解 这说私下里沟通 两个什么样 不是这个概念 第五个 第五个 谢应 谢四要关 谢四要关鬼 谢四要关鬼 就是说他的动画出的这个神 这个是谢他的 也就是说 日方的这种默契 是与美方的利益 你看 这个圣经和这个友经 是代表着一起 都代表着同样的利益 而美方的利益是友经 日方的利益是圣经 所以说他的利益 是和美方 所要 想想违背的 也就说明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日方私下里和中方 达成的这种默契 是没有得到美方的认可 美方是反对这样的 其实但是美方也没有办法 美方也没有办法 还有这个是去 僧世友 克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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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动摇是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 这种默认 出让利益的方式 不和日本 不理性民主的意愿 不和日本 不理性民主的意愿 就是右翼分子 右翼分子 是反对这样的 反对这样的 它去区域初遥 它是区域三遥 我们在那一转里 三多修五多修 跪戒子等一 三多修 那就说 日方处于一个修的位置 它画出来这个 S处于一个修的位置 收场 中方的圣言是来自卑的 中方的收场 也就是我们闹得会和修的 闹得会和修的 还有一个是熊坑 熊坑这是一个写概念 我在这个讲话的时候 遇到一些基础概念东西 我就给它一定就提掉了 它这个熊坑的意义 就是不实 不实 如果在形态上反映出来的话 那就是形态方面什么 有鬼 没有把握 没有三心二意 大家把这个熊坑理解 这个在熊坑中 六要预测里面 还是要有的 它触控 触控 有个触控的概念 触控是吗 触控要几 要戳 是不是 触控 触控 这些都是概念 这些概念是公共概念 大家在这个 百度里面去自己查证 我就不谈 这个触控 我们在六要 这个挂意上的像 就是不实 有鬼 那么圣经行务库 就是说日方 这个默认方 是出让的利益 我们知道圣经 我们刚才跟他说 他是默认方 出放的政治经济利益 包括这个模糊利益 他的时机不成熟 时机不成熟 就是说现在日方 采取的这种办法 以后还会给中方 在这方面 让更大的利益 但是他现在 时机不成熟 但是我们现在 已经感觉到 他的端营 他现在已经默认去修行 那最终的结果 肯定钓鱼的 会要回到中国的手里 和日方 达成一个私下的交易 但是这个交易 得不到日本 又以势力的支持 但是会得到世界 广大热爱和平日的支持 圣经林青龙 表示日方 以默认方 是出让的利益 对中方而言 是应该的 正面的 对中方 为什么呢 为什么说 画出的这个 是林青龙 是对中方 是什么 因为什么 这是兄弟 子松耀 在谢兄弟 然后得到了 中方这个 兄弟耀的支持 子松耀 得到了 兄弟耀的支持 好了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